双11众生相 自2009年诞生起 双11已经走到了第13年 虽然双11早已不算新鲜事 但对消费者和商家而言 这仍然是一年一度的盛大狂欢 自9月开始 在东莞市做服装电商的陈明 就开始为今年的双11备货 他原本预期是与去年销量接近 10月底第一批货倒库以后 本以为可以撑到11月11日的前一天 但是11月仅仅过去两天 在天猫就已经卖掉了一半 他正在为接下来几天 可能面临无惑可卖而发愁 转战某主打性价比的平台后 他店铺的商品一度通过刷量销量过晚 但随着平台监管驱严 刷量也成了无底洞 盈利变得遥遥无期 作为连接品牌与平台的桥梁 电子商务综合运营服务商 若雨晨的相关人员告诉光子星球 随着流量成本上涨 以及互联网流量红利的触顶 全行业都在从增量思维向存量思维转变 从存量中挖掘增量 复购 沉淀品牌问题变得越发重要 到内容平台拉克扑货 然后在天猫成交品牌化 王勋供职于一家快销品企业 他总结上述无事实认为 双十一延续了十多年 产品卖得再好 还是得回归尝试 打造品牌 张艺所在的泉州市一个县城中 聚集了大量生产茶具的厂商 有很多人在直播平台 种草平台上尝到了甜头 越来越的人去上面引流 再将它们绑回淘宝天猫 转化为可复购的熟客 在他看来 现在一些直播 种草平台 可能解决初期货客的问题 当销量起来了 或许能进阶到天猫 或许品牌毅力寻求长期经营